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 宫斗戏严洗工略将在今天进入结局最高潮, 近日热播引述众多话题, 位于北京自禁城内的严洗工野兽会, 从冷宫变成热门的景点, 不过,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丹基祥透露, 真实的严洗工其实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烂尾楼。 近日,宫斗戏严洗工略爆红, 据中国媒体报道, 近期到北京探访严洗工的游客, 明显增多,严洗工是紫禁城内亭东六工之一, 位于东二长街东侧。 造在明朝永了十八年, 1420年,建成,出名长寿工, 明朝嘉靖十四年,1535年, 更名为严洗工,清朝更名为严洗工, 但现在,则是北京最古老的烂尾楼, 几度火烧,几度重修, 最后在1931年成了北京故宫的文物库房。 根据历史记载, 严洗工几度大火, 曾在清朝康熙、嘉庆、 道光期间重修过, 最惨的一次是道光25年, 1845年, 整个严洗工大火烧到只剩下宫门, 包括正殿、厚殿以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全部烧毁, 咸丰五年,1855年, 再一次火灾, 不过已无法恢复到原貌, 直到宣统元年, 1909年, 严洗工正殿原始动工新建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水殿, 整座建筑大多彩和白玉砌城, 外墙雕花, 水殿四周围水池, 隐喻全山之水环绕, 另外向海建一座水晶宫, 只是直到当时国库空虚, 直到熏痛三年, 1911年, 东尚未完工就被迫停建, 1917年张勋复辟时, 严洗工北部被直系军队的飞机投炸弹炸,